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香港已经进入了区议会选举时间 但我们这个星期先将眼光转移到台湾 关心当地的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 大选还有不到100天就要进行投票 目前出现了两大阵营三股势力 四组潜在的候选人 除了大热门的民进党赖清德 还有所谓非六阵营有三组潜在候选人 包括有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 代表民众党的安民哲 还有代表他自己的有钱老郭台铭 见方是比三国更精彩的演义 大家好我是就事金言吴志龙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时事地说 到底为何我们今天要关心台湾的选举 又特别要提到郭台铭这个人 因为前两天有朋友问我 到底郭台铭在想什么是亲美国还是亲中国 或者我们今天的话题由这个问题开始 表面上看郭台铭是出来搞乱当 自己个人明明没什么胜算赢到大选 但目前似乎他也拒绝和任何阵营合作 所以很多关心台湾局势的朋友 他都感到难以明白 到底郭台铭打进一个怎么样的算盘 要了解郭台铭打进什么算盘 我认为首先要知道郭台铭是一个商人的本质 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商人富有 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有相当高的权威 完成了对财富的追求之后 相信他个人的人生新目标就是追求政治的高度和权力 当国民党当年因为党产被冻结 而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时候 郭台铭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令到国民党被告破产的危机 但他2019年参加国民党内部选举的时候 并没有获得出善权 或者可以这么说 郭台铭对国民党是有一定的怨气 今年他愿意个人身份参选 甚至愿意透过民众联署的认识 来显示自己争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是有相当的民意支持 这个行为当中可能是有多少情绪的成份 在大多数观众的眼中 郭台铭今次的参选是无胜算的 但在郭台铭眼中 所谓的胜利不一定是那个所谓总统的位置 我始终相信郭台铭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 虽然不熟悉政治 甚至乎有些大附庸的任性 但他的本质始终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生意人 所以回答我朋友的问题 到底郭台铭是亲中国还是亲美国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在两者之间可能是更亲近实际的利益 所以我相信郭台铭会在选举的路上走得很远 但他正在等待一个安全跳车 甚至乎是华丽转身的机会 他很大机会报名参选 但在最后关头是退选推动选举上所谓的弃保效应 这个将会发生在他争取到想要的筹码之后 或者是在政治路途上面 已经退无可退的时候才会出现 距离台湾大选正式报名 大约还有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会有两个焦点值得观察的 首先是所谓非六阵营能不能够大团结 是关乎整场选举的走势 侯友宜和柯文哲最近频频的交换意见 大家都知道不合作就死路一条 但要合作哪个做大哪个做小 确实是各有坚持的 无论是透过公开的民意调查 或者透过政党协商 恐怕都难以达成一个双方都舒服的结果 第二个焦点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大概就是看进了 南白之间这种互相角力的时机 充分利用台湾的选举制度 来为自己出口气 同时亦都谋求未来最大的政治利益 首先我们要知道 台湾选举当中非政党推荐的候选人 首先要取得最少30万市民的联储 才能够报名 这种大型的社会运动 大概只要花钱都可以搞得到 有台湾媒体计算过 最低消费大约要花3亿新台币 这个价钱能够玩一次大选 又能够争取到政治实力 对于郭老板来说简直是抵到难的 但我想郭台铭自己也应该明白 一场选举真正胜败 不是有钱就可以搞得到 除非郭台铭能够买起南白两党 否则他就算一意孤行去出选 都只有失败收场 反而会成为非六阵营的历史罪人 我相信郭台铭是不会愿意做一个历史罪人 既然是胜算渺亡 郭台铭仍然积极地部署参选 难道他真的是 美国派来帮助賴清德的臥底吗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郭台铭积极抬高自己的政治身格 特别是不惜公伴地去推动联储 主要就是为了得到一个 跟侯友宜、阿文哲平等聊天的机会 因为郭先生知道 只是表态参选 是没有人会当你是一个真正的对手 只有取得联储的结果 证明自己是有市场 有民意支持才能够调得起价钱 作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这个浅白的道理 郭台铭是没理由不知道的 有倒落的消息就是 郭台铭真正的目标 是成为政党轮体之后的行政院院长 到底是否属实呢 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大家亦不妨跟进一下剧情的发展 但是郭老板叫价 国民党和民众党丸不认为埋单 对于财政困难的国民党来说 郭台铭这个财神爷 可能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但是接纳郭台铭成为非六阵营的一份子 摩文哲的民众党又有什么好处呢 两个和尚尚且是可以担水吃 三个和尚分分钟是没水吃的 今天台湾的非六阵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也都因为如此 民进党的赖清德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轻松的选举 如果11月20-24日的提名期内 非六阵营都不能协调出一组 可以团结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名单 靠着四成基本盘护身 民进党赖清德 几乎可以在报名结束之后 即时宣布是顺利当选的 到底事态会不会是真的这样发展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星期的时间先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